政府日前宣布要废除死刑 在社会上掀起极大的争议 一见民众认为不该饶恕 取人性命的凶犯 社会爱心基金会主席彭茂生 今天连同受害者家属 集体召开反对废死记者会 他毫不客气的直接狠批 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那都刘伟强 冒冒然宣布内阁一决废除死刑 如同开玩笑 他希望政府不要漠视民意 那文东杀人魔受害者郭婉金的妈妈 以及被杀害的动漫迷少女 吴一婷的母亲 在会上更是难忍悲痛的情绪 哽咽道出心声 闻着心酸 那个一决废除死刑的消息传开之后 引起国人关注 在坊间也出现两极化的反应 一些人就认为 政府在废除死刑的这条路上 不可以仓促做决定 最重要的是要听取民意 三思而后行 坚决反对废除死刑 坚决反对废除死刑 社会爱心基金会特别设立的 坚决反对废除死刑公委会 今天连同受害者家属举办记者会 超过两百人出席 欲请政府在这个课题上 征询民意 展开公投 基金会主席彭茂生认为 政府不应该如此轻描带过 忽然就对外宣布 内阁已经通过废死 他建议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拿到刘伟强和人民展开对话 才拍案决定是否费死 在场的受害者家属包括了2013年被杀害的动漫迷少女 吴玉田的妈妈沈依林 以及2009年遭文东杀人魔杀害的 郭婉金的妈妈陈秀玲 沈依林哽咽说到 杀人犯有人权可言 那难道他的女儿就没有人权可言吗 我的孩子遇害死才15岁 15年前 他因他朋友的邀约 去他家里帮忙制作不慢的道具 那凶手在家里就企图要抢肩他 我的孩子很奋力把他 凶手就用牙齦敲死他 敲死他哦 他把他装进行李箱 拿去抛尸 至于惨遭文东杀人魔杀害的郭婉金 妈妈陈秀玲在记者会上 更是难忍悲痛情绪 数度流泪无法发言 费死公委会委员之一的王耀辉指出 强烈反对费死的另一个目的 也包括避免我国沦为毒贩天堂 受害者家属代表律师坦言 我国的法律欠切执法力度 因而导致社会问题频频发生 他们决定将在近期内向政府提交备忘录 呼吁民众参与联署 用人民的力量向政府表达反对费死的立场 NTV7 许文杰采访报道